2019年我去印度溜达时 在印度工作的华人 为了方便我找信息 把我拉入了印度一个华人微信群 这个群说话不多 本来也没啥事 上个月突然看到有人在群里问 去印度商务签出签率高不高 有人说99%过不了 我听着奇怪 去印度不是很简单的事吗 怎么商务签也过不了 一查 原来从2020年开始 印度就收紧了中国人赴印签证 这四年多来 华人去印度旅游和商务基本拒签 哪怕中国的工程师和企业技术人员 拒签率也很高 就算通过签证 通常也要等三到六个月 我是2019年去印度的 2020年中印边境发生冲突 印度从此敌视中国 不再给中国人签证了 也是从2020年开始 印度开始针对中国企业进行打压 以偷税漏税的名义 扣押出签证 中国企业资金 并冻结资产或开出天价罚单 逼迫中国企业从印度撤离 印度只是逼迫中国企业撤离 但并没有逼迫其他国家撤离 中国这边常有信息说 印度是收拾全世界所有国家的企业 外企纷纷逃离印度 这种信息是不完整的 数据不会说谎 印度每年的FDI都在增长 按照印度官方数据 2014到2024年 印度共吸收外资6674亿美元 比2004到2014年增长了119% 其中制造业2014到2024年 共吸收了1650亿美元 远高于2004到2014年的977亿美元 印度现在也在全国大搞基建 很像2000年左右的中国 我看外面的一些信息 孟乃正热火朝天搞城市建设 不久我们也会看到一个 拥有现代大都市风格的梦买 我一直都认为 印度整个发展质量和发展速度 都不如以前的中国 但人家也是在发展的 天花板确实没我们高 但确实也在逐渐成长 不可以太低估印度 也不要在网络上对印度指开嘲讽 而是要实事求是的看待印度 印度一边发展一边敌视我们 也说明他们很难达到中国的高度 因为中国改开40多年 哪怕跟日美两国有再多的不满 经济上都是打开大门做生意 日美两国企业在中国不知道赚了多少钱 中国从来没有在经济上为难他们 甚至中国民间最反日的时候 日本车企照样在中国好好卖车 中国本土车企最后是 堂堂正正靠技术战胜日本车的 赢得光明正大 赢得让人无话可说 但印度缺少这种理性主义 目前印度举国上下 还是对中国充满了敌视 10月13日 一位在印度的华人博主 发了一段他在咖啡馆 听到印度人的争论 其实就很有代表性 应该就是印度人当前 对中印关系最真实的想法 说直白点 目前印度这边大部分人 都把中国当敌国看待了 在野党一个比一个狂热 莫迪所在的印人党 都算得上相对冷静的 这就好比国内通常认为 普京是俄国强硬派 但普京其实是温和派一样 都属于信息差 印度大部分国民与政党 这么狂热 而没有大局观 如果中国还帮助印度完成工业化 帮助印度完成基线升级 那不等于给自己在未来 按了个大炸弹吗 中日两国在钓鱼岛问题上 冲突再大 我们作为后发国家 有为难过日本企业 日本学校吗 印度跟中国在边境 有一点点摩擦 印度作为后发国家 那是把中国企业往死里搞呀 所以我认为 印度这个国家有发展潜力 但天花板不会太高 因为他们执政领导 办大事的心胸和格局 有问题 成不了大器 印度仇视中国 有意图在高科技产业上追赶中国 莫迪甚至提出过2030年 电动车销量占30%的目标 如果要搞电动车 那就必须得找中国企业帮忙 要么在印度建厂 要么向中国企业要技术 中国目前在电动车的电池 电机 电控 自驾四大方面 拥有领先全球的优势 全球动力电池销售前十的企业里 一半以上是中国企业 自驾我天天在用 华为自驾 毫无疑问 全球最一 还有比亚迪的电机和电控 这么多年前行研发 在行业内也是超一流 另外 我国充电基础设施 也达到1000万了 而美国按他们交通事务局的数据 到2024年5月份 全国充电桩 仅仅18.3万个 中国在电动车产业链上 不管是技术还是规模 都是这个星球遥遥领先 想在这个赛道发力 就少不了中国的帮忙 按今日印度引元消息人士的报道 印度政府希望中国汽车公司 在印度建厂 并向印度转让高能量密度 长续航 高安全度的电池技术 印度对4万美元以下的进口汽车 争70%的关税 4万美元以上 争100%的关税 为了吸引汽车投资 2024年3月 印度政府许诺 只要外国电动汽车制造商 在印度投资至少5亿美元 并在三年内 启动在印度的本土生产 便可被允许 以15%的较低税率 每年进口最多8000辆 售价3.5万美元或以上的电动汽车 印度政府要东西 是这么的若无其事 好像他们都忘了 2022年要求小米补税 8780万美元 冻结小米6.76亿美元 要求vivo补税 2.8亿美元 要求oppo补税 5.5亿亿美元 给才两年时间 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 又开始要求 引进中国汽车产业链 印度政府 引进手机产业链时 要求高管 必须是印度人 经销商 必须是印度公司 经过这么多年发展 和政治摩擦 加上苹果手机 在印度的投入 印度原本每年 从中国进口2亿部手机 变成2024年出货量 将达1.5亿部手机 印度也因此成为 全球第二大手机生产国 手机成为印度 第四大出口产品 每年创汇 150多亿美元 目前 全球各国车企 都有在印度建 电动车产业链的打算 2024年4月 特斯拉派人 赴印度 马哈拉斯特拉邦 古吉拉特邦 泰米尔纳德邦 考察选职 预计投入 20到30亿美元建厂 越南 WinFast和韩国 现代都预计 在泰米尔纳德邦建厂 其中 现代汽车宣布 在10年内 投入173亿人民币 可以看出来 印度非常渴望得到 电动车产业链 以印度的规模优势 只需要对国内 某家电动车巨头 幼稚以利 哪怕由手机产业链 教训在前 国内某些车企 还是难以拒绝 也不止印度 有这种想法 欧盟10月4日 投票通过了 对中国进口电动汽车 在目前10%的 关税基础上 加征17.4% 到38.1% 不等的 临时补贴税 对中国电动车 争高关税 不仅是逼退 中国电动车 进入欧洲市场 更是为了在 后期谈判中 多留一手 强迫中国电动车企 在进入欧洲时 交出关键技术 按彭博社报道 可能为了防止 这种情况出现 中国商务部指示 原始设备制造商 把成套散件 在海外出口组装 而不要为了 避免高关税 在海外制造工厂里 生产每一个零件 当然只是禁止 以技术换关税 这点仍然是远远不够的 企业为了短期的利润 而牺牲整个民族的 先进生产力 政府应该做出 更加完整 而强有力的措施 严格立法 保护我们的电动车技术 这里面应包括三点 一是国内掌握 先进电动车技术的企业 不能以任何方式 将技术外流到其他国家 二是各企业 应尽量将关键技术 打散分化 不让技术 集中在某一个人手里 三是对于掌握 先进电动车 相关技术的个人 政府与企业 应提供高待遇 但同时签署保密协议 如果擅自将先进技术泄漏 当以叛国罪处置 我从事国政自媒体这一行 已经快六年了 这六年来 我写过无数国家 兴起衰亡的过程 讲过英国 法国 德国 美国 日本 是通过怎样的方式 先后崛起的 像英国 就是因为对先进技术 保管不利 让美国偷学了防制技术 从而走上工业强国的 德国 也是因为二战战败 大量先进科技 被美国和苏联分享 后面才有了 洲际导弹和原子弹 中国5000年历史 一直是世界生产力 最发达国家之一 我们的丝绸 茶叶瓷器 三大高级制造业 都是被外国人偷学过去 才在清末 陷入了外贸亏损 中国丝绸技术被盗 是两名印度僧人 在六世纪时 打着去苏州 弘扬佛法的名义 说要为佛祖献上丝绸 跟当地残农纺织工人 偷学了丝绸制造技术 后回到东罗马 开始传授相关技术 中国瓷器技术被盗 是法国一名叫 佩里昂特雷克莱的传教士 中文名叫 殷红旭的商业间谍 因为康熙宠爱 想办法长期驻扎在景德镇 在各大窑厂 学会了瓷器制作工艺 并整理成策 1712年回到法国 开始仿造中国瓷器 中国茶叶技术被盗 是英国商业间谍 罗伯特·福琼 在浙江安徽 购买上万株茶树和茶叶种子 再招到一批中国茶农 前往印度 种出了第一批中国茶 他还将自己的经历 写成《茶叶大盗》这本书 来纪念偷窃行为 可以预见的是 中国在未来二三十年 就会回到历史正常位置 掌握全球大量 最顶尖的技术 电动车技术 已经只是其中之一 所以中国必须从现在开始 加快立法工作 重新保卫我们 来之不易的生产力 不能再让丝绸茶叶瓷器 三大技术被外国窃取 从而丢失我们 宝贵的社会财富 电动车 我们才领先不过几年时间 就已经引起了 印度欧洲的高度兴趣 开始想方设法 引诱压迫我们的 电动车企业 交出技术 那未来对中国生产力的 觊觎会越来越常见 中国目前除了电动车 电电技术 量子通讯 超级计算机 选矿技术 剑桥技术 海底探测技术 超级水道 及杂胶种植技术 液态金属研制等等技术 已经领先全球 并且新技术 还在不断积累当中 不同时段的生产力 就要匹配不同的生产关系 为保卫中国的科技积累 为保证历史悲剧 不要重复上演 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 也为了严惩 叛国泄密的不孝子孙 相关立法工作 以刻不容缓